疫情稍稍玩和街面又再次人头涌涌 专家说虽然确诊是培徒在二十多宗 但不明源头个案仍然占三分之一 如果再出现不尋常群组爆发 数字可能会再急升 呼吁市民不可以调以轻心 郑海文报导 连续五日都是二十多宗个案 大家又放心出来行街 看成这个新商场 每个角落都人山人海 超市外还出现人龙 旺角街头一样人头涌涌 排队掃街少不免拉下口罩吃饭 他说平日已经忍着不出街 因为今天我生日了 今天有特别东西要买的 有需要就买一些日用品 然后就回家了 少了就出来逛 或者家里很闷 专家说大家除了看单日确诊 还要留意不明源头个案的比例 看回第三波疫情最高峰 连续12日过百宗确诊 大约四成找不到源头 到最近数字回落 用近12日来计算 平均都有三分之一找不到源头 来历不明的比例是偏高 那你有大量的紧密接触者 就不会被你找到 那这些紧密接触者 也都可能受感染 是继续将那个病毒散出去 射区 虽然是有一个下跌的走势 但是我们维持了在双位数字 都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 那证明现在的现有措施 是局部有效 但是不足以有效 到将那个疫症 是压到去是没有了 他说即使放宽措施 初期只可以放宽两人晚试堂食 又说措施难截断所有传播链 希望多些人参与传闻检测 才能够有效找到隐性患者 有线电视记者郑可文报道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